之前做完冬蔭公, 還有少許材料 可以做些甚麼呢? 這個菜可以用完冬蔭公的材料 一個我很喜歡的菜, 泰式名鱸魚 材料非常簡單, 首先要用一條魚 這次用了烏頭 用其他白魚都可以, 譬如鱸魚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甚至當地人都很喜歡用一隻魚叫盲槽魚 這個也可以用, 香港也很容易買到 有些甚麼呢? 有些中國芹菜, 大約用兩條 一條香茅, 還有一些芫荽 後面有三粒蒜頭 要用青檸的, 大約三至四個 少許藍薑, 還有一些泰國辣椒 都很辣, 所以用五條六條差不多 還有一些青檸葉, 用來做些酸味 右邊有些鹽, 有些魚湯 如果沒有魚湯的話, 用雞湯也可以 最後有些魚露 首先準備了些東西, 芹菜切斷 香茅也是, 切了頭尾, 拍鬆它, 再切斷 南薑要四五塊, 切頭片 辣椒仔就切碎它 喜歡辣的朋友可以加多些, 這些隨你喜歡 青檸葉就剝開一半, 六七塊 蒜頭就切片了, 青檸葉就要大約六片 其餘的就用來渣汁, 大約一湯匙 最後一些芫荽也是用來切斷 這樣就可以了 條魚要怎樣處理, 首先洗乾淨, 然後印乾它 再加少許鹽在肚子裡, 再加大約一茶匙鹽 在外面, 再加大約一茶匙鹽 在外面, 再加大約一茶匙鹽 再加一塊藍薑, 一塊香茅 再加一塊一塊香茅 先放一邊, 我們要先煮湯 要加大約兩杯, 差不多兩杯左右的魚湯 或者雞湯, 大約四百毫升 有網友在Facebook裡留了一個言 挺有趣的, 問我有什麼是特別討厭 特別受不了 我不知道你是問我, 煮食上高 還是普遍做人, 有什麼受不了 我最普遍地回答你 有一件事我是受不了的 就是噪音 但在說之前, 先放一些東西 現在魚湯已經滾了 就可以放香茅, 藍薑 一茶匙的魚露, 還有青檸檯 轉小火, 慢慢煮20分鐘 就可以了 有什麼噪音呢? 例如, 吃東西摺摺聲 還有, 吃麵, 吃粥 雪那些, 我是受不了的 如果隔壁是有人這樣吃 我會很生氣 會發瘋的 我又不會罵他們 但我會快手吃完我的東西 然後離開 我真的受不了 要試一下味道 20分鐘之後 現在應該有少許酸味 現在少許酸味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還會關火 加上剩餘的青檸檬汁 加了味道就差不多了 也要試一下味道 不夠酸的, 加多些青檸汁 不夠鹹的, 加多些魚露 不過這個湯底是酸味為主 當然是 還有什麼是爭? 看電影吧 戲院有很多地方都煩到我 可以這樣說 戲院和餐廳一樣 都要有個泥在這裡 首先第一件事 說話不是不行 但是細聲一點 不要整天在旁邊跟兒子聊天 還有不要旁述 那些阿叔阿伯很流行 看電影在那邊旁述 當自己是Morgan Freeman 真是慘 聽著整情 還有些不斷踢前面的椅子 又是混蛋 還有一個 看電影就看電影 為何要不斷玩 我看解碼遊戲 你又不斷幫你自己的手機解碼 拜託 香港人 經常自命清高 或者自己接受過教育 禮儀這方面 真的要做足一點 戲院也好 餐廳也好 那就可以了 那我們繼續做下一步 就是把魚去蒸 把魚放進去 大火蒸八、九分鐘 什麼樣都熟 這個時候我鋪鋪的碟底 少許芹菜 慢慢把魚放進去 你會看到我失敗了 因為魚頭脫掉了 然後放一些青檸 蒜頭 芫草、芫荽、其餘的中國芹菜 這個時候可能會有人加些椰菜 粉絲 加一加吧 無所謂的 最後這東西在哪裡買呢 就在上海街的店舖買到 整項都買到 慢慢找一下 多謝收看 下次見 拜拜